庆余年智力天花板 陈平平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连庆帝都自愧不如 这个老东西 陈平平的布局贯穿全剧 堪称最强阴谋家 她一生的两大目标 一是为闺蜜叶青梅报仇 二是保护叶青梅的儿子安全长大 接她母亲的伴 这两个目标只指全剧最大boss庆利 所以实时难度值被全部拉满 陈平平这个阴谋家也只得以身入局 太平别院血案后 陈平平根据谁获利最大 谁就是凶手的原则 将庆得直接锁死 并开始验证结论 布局复仇 为了让范贤拥有自保的能力 她派出用读大师费戒 亲自教授范贤 作为五主五道教育的补充 表面上看陈平平一直在 顺应和服从庆帝的安排 实则却是在利用庆帝的布局 因是力道达成自己的目标 她的目标很纯粹 那就是为闺蜜复仇 所以当庆帝用全谋的眼光 去打量这一切的时候 也看不出陈平平有任何背叛自己的理由 为了确定庆帝是否和神庙有关联 陈平平将五主身在南方的消息 作为机密告诉了庆帝 为了测试庆帝的真实战力 她又策划了玄空庙刺杀 当范贤被真气暴体 命悬一线的时候 庆帝不得不暗中施救 陈平平看到庆帝的态度 果断抓住时机让范贤的身世公之于众 逼得皇后和长公主等势力 准备对范贤下杀手 后宫人心惶惶之际 陈平平又乱上家乱 安排废界治好了太子的花柳病 催化了太子与长公主行了苟且之事 让庆帝在暴怒之下血洗两宫 并宣布到大东山庆庙祭天废除 实则确实布局消灭另外三位大宗师 巧识障眼法和反剑祭的庆帝 一指杜瓣胡称暴苦和 借着王道一拳打烂四顾剑半边身体 自己一方的卧底叶刘云 也被他当作了炮灰重伤跌进 此后庆帝成为了明面上的唯一宗师 陈平平本想借这个机会将庆帝杀死或者重伤 却不料庆帝竟是大宗师 还设计了局中局 好在他有两手准备 也推动了京都叛乱 让太后皇后李云锐 太子和二皇子全部殒命 将庆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当庆帝看到二皇子留下 观寡孤独的四字诅咒后 才幡然醒悟 察觉到自己被陈平平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事实 于是他紧急召回了 正在返乡途中的陈平平 而陈平平也开始了他最后的布局 当陈平平用激将法 迫使庆帝承认了 自己设计杀害叶青梅的事实后 陈平平果断发动轮椅里的 两杆线弹枪打向了庆帝 庆帝重伤未死 震怒之下 判了陈平平千刀万剐凌迟之行 可庆帝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正是陈平平复仇计划的最后一步 当范贤一路狂奔 累死狮鸡匹马 终于赶到法场 救下陈平平的那一刻 范贤对于庆帝的恨意被无限放大了 父子俩最终走上了决裂之路 然后是子杀父 父杀子 庆帝落得个死无权势的下场 可以说 陈平平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覆灭了整个李氏皇族 不仅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 侍卫之急者死 也完美演绎了谋士以身入局 胜天半子的壮举